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员在华盛顿和纽约四处寻找能与特朗普联系的关系 他们向民主党分析师请教如何面对特朗普传队 乔治人大学这个教授叫梅德罗斯说 他在大选前见过中国大使 他说他们基本上只有一个策略 说服川普周围的商界领袖对中国采取软弱态度 由于这个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团队里头 下面选择都是鹰派立场 让这个北京和中共接触起来说越来越难 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和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工作人员 叫科瓦莱夫斯基表示 国会山许多人不愿意与中国官员会面 因为他们认为会面不会有建设性 他说人们普遍认为会面只是大使官官员 向他们宣读谈话要点 今天早些时候北京还指判 川普第一任政府实义的驻华大使崔天凯 与前总统团队中的联系人重新建立联系 但基本上没有成功 前中央情报区中国问题专家华尔德表示 过去几个月访问华盛顿的中国共产党 有银献力的成员 向我们表示他们没有运气 与潜在的特朗普官员预约 说特朗普提名对华鹰派人士出任新政府高层 这个对北京来说是一个不相之兆 这是媒体这样说的 我们先把媒体说的给他读出来给大家看看 中国官员正在密切关注 特朗普将任命水位财政部长 以及他的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会是否会加入新政府 他们还关注世界首富马斯克的角色 他在中国有商业利益 并加入特朗普的核心选择 金融时报称 沃尔茨的发言表示 他不对会见 请求发表评论 卢比奥的发言人没有回应有关 中国大使馆是否联系过他的问题 中国大使馆没有发表评论 一位曾与中国大使机器团对会面的人表示 他们的问的核心问题是特朗普想要什么 一位前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希望稳走 并认为特朗普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 但他们不知道当选总统想要什么 并且处于等待状态 就是不确定性 直到谈判渠道出现 前中情局高级 中国问题高级分级是 克里斯托夫 约安逊表示 中国官员高度关注经济政策 他们的三大优先政策是关税关税关税 咨询公司中国战略负责人 约安逊说 在北京经济知识不太丰富的政治计算员 和技术官僚对川普 威胁对中国进口产品 就是60%关税 展开了辩论 他说前者认为我们以前打败过他们 我们还会再次打败他们 就打败川普 因为我们懂得如何吃苦奈老 而被宠坏的美国人却不会吃苦 技术官僚们则意识到 60%的关税 甚至更小的额外征税 可能会对本业紧张 且极度脆弱的经济造成 毁灭性打击 因为以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北京人士表示 如果可能的话 中国希望以特朗普达成协议 但他说挑战在于我们不知道 特朗普的目标是什么 也不知道谁能将两者联系起来 他说在第一任 七四年之后 我真的认为北京方面对达成协议的期望并不高 另一位了解北京想法的人士表示 中国在新政府上台前 到华盛顿会见专家是很自然的 因为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有接触的人也指数 该大使努力建立联系并不意味着 北京对特朗普政府一无所知 我觉得这句话才是核心 不可能一无所知 所以这前面很多都是烟雾弹 就这么简单 这位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情报部门几乎肯定在追踪海湖庄园的未来 来来往往 你说中共能不渗透进吗 百分之百的 所以这个说 这个我们讲这个标题说 中共在华盛顿接触 川普团的受阻真假 是不可能是真的 说实话 其实又在这放烟雾弹 我们听听阿尔先生 你觉得中共放这烟雾弹 想又在玩什么招 战略欺骗 玩什么招 分享一下 我刚 你刚才读这个报道 我就一边读 我一边就在笑 我就觉得 怎么说呢 中共就已经没招了 就玩了玩去 就这一点 就来回拉扯那几招 你说 特朗 中共心里会没底吗 他们不知道 川普总统想要什么吗 说白了就很简单 就肢解掉你中共 然后你把 让你为那个病毒的事情负全责 就这么一条简单的理由 那么 不跟你见面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个逻辑上面 是说得通的 你去舔着你个脸 去要找川普身边的人勾兑 然后把你的人 要有影响力的人要弄进去 这个都是 就是说 已经是被人看穿了 你没啥招 你就这几招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就是说 因为中共他 他现在就是感觉 川普就是冷热的 就是说是什么 水火都不进 那你也怎么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现在就是说 他必须人资源 他还是要投在那边 但是你看他报道里面 这篇文章里面明显说的 就是说很多官员就不敢跟他们接触 不敢跟中共的 或者是代表中共来游说的那些人接触 就为什么他们就太臭吗 那个名声现在已经臭掉了 而且你想想看路德最近最抓眼球的 在网上推特上面也好 或者是哪里也好 就那些视频爆出来 最抓眼球的就是什么 就是习他跑去参加那个APAC会议 以及现在G20的峰会 在这些国际上又开始出丑 又各种就是这种口态百出 这个你别说美国大选抓眼球 他现在跑哪去 他一样也抓眼球 对吧 首先第一 那个你看跟拜登的那个 跟拜登的那个谈话之前 对吧 然后你会玩这种小伎俩不带耳机 听拜登说话 拜登也会玩 对吧 然后你看 然后又把那个叫什么 一看不爽了 又怕要路线 对吧 记者都轰出去 然后跟英国首相斯塔莫见面 斯塔莫一提说香港说到黎智英的事情 马上赶人 把人家赶走 你这种事情有用吗 没有用啊 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就是说很low 就肯定就是没有自信的这种表现 而且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明知就是 就是说说 讲白了 就是感觉就是一个人已经快 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全部被世界看透了 全部都已经摸通你什么底牌了 然后他还在那边装 还在那边就是说明显的就心虚 你有本事你就那个吗 让人家在那边拍吗 你就说你说啊 你这个都是污蔑 他也不敢说 你看 所以说路德你看 这个事情很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我就在那边看那个习的那个 这种表情 他的表面上面 就是这种常装 就是说皮笑肉不笑 就是不作镇定 强颜欢笑这种 然后你看下面就 你看他旁边蔡奇的那种反应 就是赶紧就赶人 赶人就给人使眼色 就非常非常的滑稽 你知道吗 而且再加上 那个APAC以后 不是他们那个领导人要 大家一起拍照 对不对 你看你看习在那边就是 首先第一眼就没人打理 就感觉就很那个 你知道就很可怜 就真的就没人打理 也没人愿意去跟他讲话 然后他如果说 真要人跟去讲话 他还得把一个翻译给叫上去 然后弄的这个翻译的位置 也很尴尬 你说站在他 他哪好 对吧 你看那个时候 整个全部都是 大家都是 就是说 你至少会那么简单几句英语吧 稍微拉几句加成吧 也都不会 然后就傻子一样 就站在那边 手足无措 也不知道干嘛 对吧 所以就非常非常 我就感觉很丢人 你知道吧 真的就很丢人 而且你看 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事情 就是说映射回来 你说 现在 现在川普上台之前 怎么可能派人跟你接触 是吧 接触谈啥 是吧 我觉得中共后面 他买也买不通了 因为 你给人家的利益 人家也知道 你都忽悠 之前你还 就算你现在再把刘鹤拉出来 或者说刘鹤的那个关系 现在拉出来 再去给人 说什么游说 或者说给人开条件 都知道你开的这个都是空头支票 你开空头支票也就 也就算了 别里面还夹带点私货 你再夹带点其他病毒进来 或者说再夹带点其他这种 危害国家安全的东西进来 谁谁吃的要你 所以你 所以我 我觉得 就是说 2025年1月20号以后啊 就是说 我个人感觉是各种行动都会出来 就会 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说中共想 想在这个之前 还有那么一点窗口期 甚至包括就是说 现在就是你看习 他 他 非要亲自跑一次 而且是我看 基本上是把他的核心团队都 都拉上了吧 要往南美那边跑一次 因为人家你看 你如果说你约 拜登单独见 或者说 让他来访华 或者说是 哪怕就是说电话会议 我甚至我都觉得 他这个都不 未必会跟你 跟你 跟你搭上这根线 所以说他就 没办法只能够舔了个脸 你跑过去跑一次 至少来说 借着这个大家一起还能够去的机会 能够见几个 就是说 见了拜登 然后见个 见过英国的那个首相 所以我 我真觉得就是说 已经开始在这个1月20号之前啊 这段窗口期 你看中共的一系列的 现在上串下跳的 蹦打 然后再加上运作 试图运作 试图挽回 已经看来已经是没有 没有办法 就无力回天了 好的路德 好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结束 别忘了点赞 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观众们 再见